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放出了张雨琪的照片 让周深说出了该院员的名字 周深说出了美人鱼 就是没有认出来 那个人就是张雨琪 杨迪给了提示 但是周深没有听见 就连春游少年都看不下去了 给了周深正确答案 他还是没答上来 这可真的是急坏了众人 果不其然 今天我们的七七子就找上门来了 张雨琪说 你没在法国排队吗 还爱抖了周深呢 想不到姐姐也5G重浪 还发现了周深不认识她的事情 除了张雨琪姐姐 就连同在乘风破浪的姐姐里的张寒韵 周深也是没有认出来 不仅输了游戏 周深仿佛还得罪了娱乐圈 贾琳也是调侃道 我们输了就输了 就是想考验考验周深 让周深得罪整个娱乐圈 看来深深的脸盲症真的是有点严重呀 看到张雨琪爱抖了自己 周深急忙火应了五个字 我去拿号了 还佩文道说 您相信我 我绝对认识您 您是人间recussion王 哇 绝对是不顺拐 everybody都知道的 耿直可爱 超级惹人爱的 又无限可能的姐姐 还说爱她的人 岂止排到法国 都乐要地球好几圈了 这满满的求生欲都快要溢出手机屏幕了 张雨琪也是一个十分霸气的姐姐了 直言自己挺红的她 没想到还会有人认不出来自己 果真是太美了 闪下了别人的眼睛了吗 网友们看到周深这个样子也是替她操碎了心 有人说她看美人鱼看傻眼了 忘记去领号了 有人说她近视看不清等等 周深表示终于知道自己的眼力加为什么是一颗心了 杨迪还直言需要快递搓衣板不 周深的回应贵了啊 贾玲也是看热闹不闲事的 说其他人都看出来了 只有周深一个人没看出来 我们也无法理解她咋这样呢 真的是卑微小周实锤了 求求你们不要再霍霍弱小无助的周深了 周深不仅回应了脸盲 还直接关注了张雨琪和张寒韵 她和张寒韵在疫情期间还一起录过云端节目呢 怎么会认不出张寒韵呢 这眼力价真的是很差了 周深长点心吧 日后还是要多多的在网上冲浪 微博多关注点人啊 真好吧 Baby都享受不到的待遇 两个人在水里边抱着周深 虽然奔跑吧 第四节节目播出之后 三位音乐明星再次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汪苏龙作为90后新生代音乐先锋制作人 每次写的新歌曲啊 都十分能够受到现代年轻小女生小男生的喜爱 同时不管是什么时代的校园偶像剧 只要播放了汪苏龙的情歌 画面啊就一定会在唯美的感觉之上再拔高一个层次 而李荣浩是音乐圈非常出名的音乐才子 在转型做台前歌手之前 李荣浩就已经和很多大牌歌手合作过了 并且为他们写过歌曲 在转型做了歌手之后 其名声凭着几首代表作 迅速在年轻人的音乐圈里边流传开来 但是这两位的待遇在奔跑吧成员里边 却是比不上周深的 那为什么我要这么说呢 在节目当中的第一个游戏的弹射已环节当中 周深作为小组内的答题者 从头到尾都没有落过水 这导致其他小组成员看不过去 纷纷要求周深也要落一次水 周深本来就因为戴了隐形眼镜的关系 不方便落水 但是名义如此嘛 他也只好顺从了 但同组的大黑牛李辰 真的就是非常关爱这位晚辈了 在周深被谈射之前 再三的和周深确定 要不要和自己换一下 周深说了不用之后 李辰还跳到游泳池里 准备用手接住掉落下来的周深 虽然说周深最后非常可怜的 被强迫扔进水池 但水池里的李辰和李荣浩 是第一时间就将可怜的周深给抱了起来 这样的待遇啊 估计Angela Baby也享受不到吧 吃瓜不断娱乐不停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那么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你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